平均只要注意了 高雄有一个30岁的男子 最近半夜起床突然爬不起来 要从椅子上面站起来 也需要人扶他 就一才发现 原来他的颈椎已经严重向前傾 他平常就很喜欢抽烟 一天抽上一包 等同整天至少有一个小时在低头 再加上平常工作也很常看手机 让他的颈椎疼痛越来越严重 准备要起床脖子痛到一个不行 完全爬不起身 不光这样连坐着要站起来 颈椎一路痛到整个背部 像是被电击一般 生活严重出现问题 这名30岁黄姓男子发觉 事态不对劲 赶紧到医院求诊 照了X光发现 颈椎严重前傾 罪魁护手就是长期低头 而仔细了解低头的原因 原来这个病例 十多年烟龄 一天一包烟 一根抽上三分钟 等于整天就有一个小时 都是边抽烟边滑手机 再加上休闲娱乐及工作需求 需要低头看手机 让颈椎恶化的情形 更加严重 如果长期低头的话 它的颈椎可能就会 成为太直 或者是往前倾 那这样子也会造成 脖子的肌肉 因为长期的 拉扯的关系 会导致它肌肉容易拉伤 医生建议 及早发现改善 抬头挺胸 或是时长背部 靠往墙壁 都能减缓症状 颈椎的疾病 现在目前有非常明显的 年轻化的趋势 我们荧幕最好都要跟 我们的眼睛等高 那不要说 荧幕都在眼睛的下方 然后导致你的头 必须要往前弯往前倾 低头足随处可见 颖君子没有多加注意 如果压迫到神经 恐怕会有更多的后遗症 华晟西部黄云富 徐静一高雄报道